大家好 我是國農證券Kelvin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隻新股 就是百姓中國9987 見到其實九月份來說 新股市場再度興起 之前農夫山泉公開招股之後 超額認可率超過800倍 動資超過4600億 肯定成為今年的一個新股 其實之後除了農夫山泉之外 百姓中國也會來港第二上市 也是一個市場的焦點 其實每售大約是50股 入場費是23636元 大家對百姓中國可能比較陌生 可能未聽過它的名字 但大家也聽過KFC或者Pizza等的名字 其實百姓中國是他們的一個餐飲業的企業 在內地來說 其實在內地來說 超過有9900間的餐飲業 是由他們來經營的 除了剛才說的必勝客 或者KFC 之後還有其他小肥羊 黃記王 東方概白 都是他們經營的 內地方面 那個餐飲的市場是超過1.4% POWERY第二位0.6% 其實有很大的分額 我們要分析一下百姓中國的一些基本因素 其實在內地來說 百姓中國是一個最大的餐飲業的一個企業 但其實它的增速的爆發力也會漸漸下降 看到其實2018年他們的盈利 增長到77% 其實跌至2019年 其實已經是一個個位的數字 雖然看到百姓中國 其實它的盈利是有所下降的 但是在這個新冠肺炎的影響之下 其實看到百姓中國 其實看到它的盈利上面 其實也有下滑 但是也未至於有一個虧損的情況 但是你看到其實很多的內地的餐飲業 其實都現在都有一個營利的一個倒退的情況 可想而知其實百姓中國 在內地的一個餐飲業來說 抗跌能力也都比較強 百姓中國今次的售價是不會高於468港元去發售 折合美金大概是60.39 其實較星期一個收市價57.71美元 其實也有4.6% 大家都可以以京東為例 其實他們當時也沒有以一個上限價為定價 所以來說其實我覺得在百姓中國上市之後 其實也有一定的水位去做一些部署 百姓中國其實有別於其他的一些新經濟股 例如京東、網易、阿里巴巴、甚至香港的騰訊 它的增長速度明顯不會像一些新經濟股那麼強 反而百姓中國是一個叫內需概念的一個 餐飲的股票 相對來說他們的收入比較穩定一些 而且他們的牌息也相對來說是穩定一些 所以來說這隻反而適合另類的一些中長線的 比較持貨能力比較強的投資者去買入 我們預計其實百姓中國首日的升幅力也只是維持單位數字 其實有別於其他一些大型的一些新經濟股 所以來說在抽薪股的策略我們都建議 投資者以一個叫做現金為主的一個抽薪股的策略 都暫時都不要去用一個孖展的一個形式去抽 始終的升幅有限 有時候有機會是有機會虧了利息 反而影響自己的盈利 整體而言其實見到很多中概股回流回香港上市之後 其實他們的股價也做得非常之不錯 說回百姓中國 其實他們是一個內地的一個餐飲業的龍頭股 其實質素也非常之不錯 你看到其實香港上市的一個內地的一個餐飲股 例如狗毛狗、海底洞 其實他們的股價也先後破了頂 所以對於百姓中國來港上市之後的股價 其實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所以一年左右 其實我覺得百姓中國有機會有一個10-15%的升幅 大家都去注意一下這一點 其實百姓中國的質素也不錯 值得有一個投資的價值 值得有一個投資的價值